我們敬禮傳承主事 敬禮了名和尚 敬禮殺家正空喪事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卡瑪巴 敬禮圖登大吉喪事 我們敬禮坦承三寶 敬禮今天附謀的主尊 白衣大師如意寶珠觀音 師母丹珍感受圖登其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唐主 及各位同盟 還有網路上的同盟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二方 高穂 愛してる 愛してる 親愛 親愛 オーラー アミコ ケケロムチョ すごい 一番 気持ちいい 住民 雅比 súly 有性 好的 etc.. 現在先通知大家 下个礼拜天是六月六号 六月六号下午三点平安 我们在彩虹雷藏寺会做 高王观世音菩萨护摩华会 那高王观世音菩萨 我们我个人 第一次在我二十六岁的时候 那么益房宫的住持就叫施费灵 施费灵他拿给我一本经典 这本经典就是高王观世音 曾经 高王观世音菩 他送给我一本经典 就是高王观世音菩萨护摩华会 我回去就开始持送这一本经典 二十六岁 念这一本经典 一直念到现在 没有停止过 每一天都送 那么高王观世音菩萨护摩华会 就是高王观世音菩萨 那下个礼拜呢 就是要念 就是要做高王观世音菩萨 的父母 这个奄言流长 奄言 有很深的奄言 这一尊观世音菩萨跟我们 出步那是故有很深的这个因缘存在 那这尊菩萨也是观世音菩萨的系统 那他带的观特别不一样 他带的是七佛观 七个佛 过去七佛 未来贤界千佛 这一本经典最后 也是七佛灭罪真言 七佛灭罪真言 这尊观世音菩萨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精神 是在台湾的三一 那里有很多的佛具店 当中有一尊是高王观世音菩萨 非常庄严的 非常庄严的观世音菩萨 威灵显赫 而且我特别喜欢他的 能灭生时苦 能灭生时苦 生也不苦 食也不苦 那是最好的 因为大部分来讲 生苦我们都忘掉 出生的苦我们都会忘掉 因为那时候还还记不住 可能记不住 生苦我们都忘掉 但死苦就很难忘 死的痛苦 死前之苦是很难忘的 但是这一本经典里面 我一看到 能灭生时苦 这个食苦也能够灭掉 这个一定要念 因为死才痛苦 死前苦是很苦 既然能灭生时苦 那一定要念 还有消除诸毒害 如果有人要害你 遭遇到 因为人跟人之间 我坦白讲一句话 真的是很难相处 真正能够当成你的闺蜜 或者当成你的密友 能够知心的 我们常常讲 相识满天下 能够知心的 能够交心的 有几个 你自己想想看 能够真正 把心交给他的 到底有多少个 很难啊 大部分的人啊 都是害来害去 害来害去 不是你害我 我就是我害 害来害去都不合 这高王观声音有讲 消除诸毒害 别人害你 害不着 所有一切毒害 都会消除 就凭这两句 我就念的 要死 要死 不过事实上 这一生啊 虽然有很多的挫折 跟困难 倒也都是平安过去 让人家害不得 真的 真的害不得 也没有损失什么 这个 所以高王观声音经 高王观声音菩萨 你要跟他结缘 而且常常持诵他的经典 那下个礼拜呢 就是高王观声音菩萨的 护摩 我不希望 每一次我都叫大家 足起 我不希望 但是你听到这么多的好处 如果不足起 不是遗憾众生 你跟他有缘 他来帮你 消除诸毒害 能灭生死苦 值得啦 那我们今天是做如意宝珠观音的护摩 如意宝珠 把一大事如意宝珠 他的手印呢 也就是莲花印 莲花印 因为他的顶上 头顶上 也像一个 他的滑极 竖起来 竖起来像一朵莲花 另外呢 他的这个手上 拿着如意宝珠 一手是一燕印 给予的 其实这个观音 也是属于 这个 让人家能够得到厌望的 观世音菩萨 所以叫做如意宝珠 他的这如意宝珠 你结他的手印 结这个手印 这个莲花印 莲花印 莲花一样 开放的印 然后观想他 在你面前 穿白衣 他的手上有如意宝珠 跟一燕印 如意宝珠 放黄色的光 照在你的手掌上 然后呢 他显化 你的愿望 从你的手掌 莲花印里面 就产生出来 喜 真 怀 书 或者你想要到 想要的 都出现在你的手掌上 那你修他的法 他还讲 一个月就有感应 我说 哪那么快 一个月就有感应 这不是吓人吗 一个月就有感应 他的咒语 以为他使用 Saber 当那小灵 我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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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身材 我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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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衣大师的神咒 白衣大师如意宝族的神咒 心咒是这样子 但是白衣大师的神咒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南无佛 南无法 南无生 南无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但基督欧 嘎拉法度 嘎拉法度 嘎河法度 嘎加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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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加 天罗神 地罗神 人离难 难离生 一切摘殃化为成 南无马哈波耶波罗咪度 这是白衣大师的神咒 我以前不知道的时候啊 不懂事的时候 也念过这个神咒 念了很久 那么有白衣大师如意宝族观音 他的头顶上是莲花蔓 也就是莲花的 结成莲花的头花 身上着白色的宝天衣 右手持如意宝珠 左手是一眼印 他的这个法相是这样子 这一尊出自菩提场 一日顶轮五金 这一尊观音师音菩萨 那么如意宝珠秘法呢 他修持这个法 只要一个月就能够获得大富贵 天哪一个月 那很快 不知道有没有人修过 你们有没有人修过一个月就能够大富贵 一个月很快就到啊 你看我们五月已经完蛋了 他五月都没有了 一下子就六月了 一个月很快的 四个礼拜就没有了 四个礼拜以后 一个月以后 你就能够得到大富贵 为什么今天足起的这么少 我看我们这个同盟大部分都是在静修 清静 谈钱 谈到大富贵 我才不要 大家可见 都是修养很深的道德高僧 对啊 修行人 不一定注重这个财富的 不一定很注重财富的 就随言来 随言去 也不强求 以前我师父跟我讲的 你出道以后 不能够开口跟人家要钱 我师父就是交代这一句 所以我不开口跟人家要钱 我一生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欠钱的时候 不开口跟人家要钱 人家反而会给你 人家反而会给你 自动的 所以一生也没有亏欠 这很够了 还有一件事 我的生日是 这个 Ju 27 Ju 27 农历是 Main 18 Main 18 刚好是同一天 在今年刚好是同一天 就是这一生 只能够碰到两次 这一次很奇怪 就是在今年的时候 是农历跟阳历 生日都是同一天 那么佛琴就问我 我的女儿问我 生日那一天 爸爸需要什么 我买给你 他要买给我 你需要什么 我买给你 那天我想 他问我这句话说 爸爸你需要什么 我就买给你 佛琴跟我讲 结果我在那边想 想了好久 真的想了半天 到底我需要什么 结果我居然 你知道吗 居然 想不出我需要什么 想了半天 我没有办法回答 我只要跟他 回来一句话 这个你老爸 什么都不需要 真的什么都不需要 我还跟他讲了一句话 我什么都有 我还需要什么呢 真的 什么都有 我还需要什么 我不亏欠什么 所以一个人 当你什么都不需要的时候 真的 就活得很清闲 活得很快乐 活得很感恩 每天修行 大概就是这样子 再来呢 这个等到有一天 要归天的时候 还是很快乐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或者这一次 什么都不需要 到这个程度 这个如意宝珠 你们需要的 你就去求他 那好好的修 在还没有说法之前 就讲个笑话 我捡了一个神灯 喜愿在我死之前 能找到你朋友 结果呢 我得到了永生 死之前 这个 小宝 到小明家去玩 小宝突然想上厕所 就跟小明讲 你家的厕所 借我一用 小明回答 不行 你借走了 我们家就没有厕所了 这个笑话就是笑话 在泰国的餐馆工作 被老板要求 每次开门的时候 都要双锁合掌 说一句 Sawadika Sawadika 有次 有客人来 我开那门 双锁合掌 突然间脑袋空掉 要讲什么 脑袋一热就讲了声 阿弥陀佛 我们还是念佛要紧 现在进行 你问我答 马来西亚 莲花 自贤 问的 敬礼师佛 十人金刚 有很多特别 修持的大法 有同门说 十人金刚 属佛部 请问 行者 能否以 十人金刚 为副法 如果以 十人金刚 为根本副法 是 施迦 摩尼佛 所变化 那行者 是否 该以 释迦 摩尼佛 为本尊 是不是 美尊 金刚 明王 都可以 做副法 这是第一问 这个 你问我答 其实 他问的问题 就是他自己答 你看他问的问题 十人金刚 有很多特别的 修持大法 有同门讲 十人金刚 属佛部 请问 行者 能否以 十人金刚 为副法 如果以 十人金刚 为根本副法 是 释迦 摩尼佛 所变化 那行者 是否 该以 释迦 摩尼佛 为本尊 是不是 美尊 金刚 明王 都可以 做副法 这个回答 很简单 副法 跟本尊 是相关联的 你本尊 如果是 释迦 摩尼佛 副法 你用 十人金刚 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知道 当初 零三 法会 的时候 释迦 摩尼佛 一面 在零三 说法 一面 化身 到了 南印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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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祥 吉祥 米巨塔 吉祥米巨塔 显化了 十人金刚 像 叶贤 国王 说法 那 十人金刚呢 就是 释迦 摩尼佛 本身 所化 二则相关 本尊是 释迦 摩尼佛 副法 以十人金刚 当然是 副法 这是相关系的 互相 千年 然后 每尊 金刚 明王 可以做 副法吗 是不是 每尊 金刚 明王 都可以 当成 副法 可以 我们一般来讲 悟佛 化为 五金刚 八大明王 有八大金刚 明王 八大菩萨 有八大明 化身为 八大明王 所以我在彩虹 雷仗 师 这个 到了 金刚 明王 殿 我说 鼎里 大威德 金刚 鼎里 五大 金刚 明王 鼎里 八大 金刚 明王 鼎里 就是我到 金刚 明王 殿 我念 八大菩萨 有八大金刚 五大 五佛 有五大 五大金刚 五佛化为 五大金刚 八大菩萨化为 八大明王 每尊的 明王 都可以当成 副法 都可以当 副法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白骨 观 是不是修道 当行则在 任何一种 状况下 都不会对美色 起生理反应 比如 生理 勃起 才算成功 发现 白骨 观的 作用 大部分 是在 转移 注意力上 把 美色的 注意力 转移到 白骨上 这样 不会让 弟子 对美女 感到 极度的 厌恶 这样 是否 足够 是不是 得修 对美色 感到 极度厌恶 才行 像我们 这些 还在 修 加行法 的弟子 是不是 只能够 靠 这样的 对峙法 来 克服 美色 还不能 用其他 像密教 所说的 以贪 来修行 的方法 他这样子 问 你们的问题 清楚明白吗 他的问题 大概可以了解吧 意思讲说 他想用 用白骨观 来做 转移 也就是 看到 美女 的时候 把她 转移到 把她 看成 白骨 转移到 那个 没有看到 肉 只看到 一身 白骨 那就会 对 美色 跟这个 色意上 就会减轻 他的意思 是这样子 讲 问题是 这样子 你看到 美女 的时候 把她 观想成为 白骨 然后 白骨 又开始 长肉 你看 你看 嘛 我们台湾人 讲 台湾话 就讲 被 跑 跑 又 你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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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这英雄啊 难过 美人观 英雄 难过 美人观 事实上 是这样子 那 别人 如何 过这一关 事实上 相当困难 那 十尊在过 这一关 很 很 奇怪 我现在修到 什么 程度 我个人 我个人 修到 到底 这一关 我修到 什么 程度 我能够 跟美人 在一起 的时候 我能够 闭着眼睛 不看 我也 能够 持咒 也能够 念经 我能够 持咒 也能 念经 而且 我还 能够 美人 当前 我还 能够 修法 我还 能够 修法 而且 不动 声色 我也搞不清楚 我是怎么 修的 总之 到现在 到现在为止 我本人就是 我讲过了 我是无漏尊者 四十几岁 我就开 就已经 就 无漏了 在佛经里面 在密教里面 有讲到 有漏 戒斗 如果你漏出来 漏丝白 土 底 你都要堕落 到地狱里面去 你看 你看多少 喇嘛 有漏 他们都生了孩子 有的是 大活活 他们也生了孩子 这都是有漏嘛 有漏才会生孩子啊 你没有漏 怎么生孩子 孤阳不生 孤阴也不生啊 为什么会生孩子 就是因为你有漏 就会生孩子啊 你看大活活 有好几个大活活 就是现代 随便举一举 都有的 他们都是有漏的 师尊修到 根本就 无漏 现在啊 变成想漏都漏不了 无漏啊 怎么修的 这自然而然啊 我看到美女 我也不会说 我去排斥她 把她看成白骨 把她看成这个 全身腐烂 那个像尸体腐烂 一样的 这样子 把她看成白骨 看成全身那个虫在爬 啊 或怎么样子啊 当然开始的时候也是用转移的方法 后来根本能转移也不用 变成没有感觉 长得再美 长得再美 也是一样 女生啊 表面上很好看 尤其穿起衣服来 穿起那个高贵的衣服 身材 这个很苗条 七线玲珑 很好看 什么都好 不一定好 身材好 背泡泡 硬米米 真的长得 天仙美丽一样 但是你知道啊 还是脏的 我这个人 我的身体 有一个地方最敏感 最敏感的地方就是我的鼻子 我的嗅节非常好 你生是很漂亮 但是我秀节一秀 阿嬷阿威 真的 就没有遗忘了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以贪 止贪的修行方法 也就是双生法 他这里啊 最后所讲的以贪修 还不能用其他像密教所说的 以贪修行的方法 以贪修行 修到最后 真的 麻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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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 如果是这样子的 别人怎么修呢 这个白骨观啊 或者是像身体腐烂的这种观想啊 都是属于转移法 注意力转移 这个是可以的 那师尊的秀节特别敏感 就是你的不清静 鼻子马上就感觉出来 不清静 不会有 不会有这种事 对的 这个方法就是转移到注意力 转移你自己的注意力 但是不一定啊 因为很多男生也是 都是猪哥 我不认为男生是猪哥 我倒是认为女生是猪哥 女生也有很多猪哥 当然不能讲说猪哥 猪妹 女生也有很多是猪妹 不能只讲男生好色 女生也一样好色 女生也一样好色 都是贪图 那一时的快乐 而不知道 一时的快乐 就是永恒的悲爱 这里有一个笑话 某一个公司的主管 跟你同事发生了 你同事怀孕了 你同事讲孩子生了 怎么办 怎么通知你 这个男主管讲 孩子出生以后 你写明信片给我 在上面写了 若照拉面就行了 我会按时寄生活费给那个小孩 十个月过去了 一天下午 男主管刚回家 妻子抵给他一张明信片 你的是台北纪的 男主管不动声色 接过明信片 但他看了明信片以后 马上晕了过去 妻子马上送他到医院急诊 在急诊时 医生问他的妻子说 我们做了检查 你丈夫便没有心脏病 但他为什么会突然心脏受不了 分了过去 他妻子说 我也不明白 他只要看了这张明信片 就这样 医生拿过明信片念道 若照拉面有四碗 两碗有香肠 两碗没有 这个小心啊 一时的快乐 就是永恒的悲哀 这个马上晕 我之前问第三个问题 行者可以有刺青纹身吗 弟子在归以前做了刺青 现在想把刺青改成 跟密教有关的东西 比如咒伦 这样会有不尽吗 如果改成十日金刚处 金刚诀 会克道自己吗 会影响命运吗 有刺青的 可以 可以归 不要怕 如果你以前是兄弟 有了刺青 你知道在台湾以前流行这样子 你进了监牢 那些监牢里面的犯人 就帮你刺青 身上刺龙 刺凤 都刺青 连脚也刺青 脚啊身体全部刺青 这是兄弟 但刺青呢 现在变成一种艺术 变成一种艺术 你把这个十日金刚处 金刚诀 奏轮 刺在身上 可以 这个都是可以的 没有关系 你想刺青 你就是 因为毕竟刺青 也是一种艺术 我认为 那只是身体的一个附带品而已 不能代表什么 或把你自己的女朋友 你最爱的人 把他的名字刺在身上 也可以 没有关系 不会影响到修行 这个刺青的事情 无所谓 像师尊 我们学佛的 受菩萨戒 一样 点三个戒巴 在这里 点三个戒巴 受过菩萨戒 那时候点戒巴 在这个草屯 毕三言 毕三言寺 点了三个戒巴 一直留到现在 二十几岁点的 一直留到现在 还没有消掉 这个也是一个纪念 受菩萨戒的纪念 这个是再来 亨利 亨利安可 问的 亲爱的师尊 谢谢你传授 真佛秘法 弟子目前正在持诵 百日明咒 短咒 回向给我的 燕青寨主 有形跟无形的 即禅身灵 持诵后 我的身体变得轻盈 但 有时我会觉得 有人在追我 让我感到害怕 觉得有不好的事 无缘无故地追着我 请问师尊 我为何会有 会有此感觉 是否是我 因为我 尚未持够 百日明咒 吗 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 这个持百日明咒 回向给燕青寨主 可以 这是对的 感觉有人在追我 让我感到害怕 你怕什么 不用怕 一个修行人 什么都不用怕 我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在睡觉的时候 快要到清晨 在睡的时候 耳朵旁边传来一个女生的声音 一个女生 她一直在喊着 焦滴滴的声音 在我耳朵旁边讲 救我 救我 帮助我 救我 帮助我 救我 我听到了以后 我就跟她讲 好 晚上我帮你超度 晚上我帮你超度 今天 就是今天早上的事情 在我耳朵旁边喊 没有人啊 我听到她 她在求救的声音 但没有人 我房间只有我一个人了 哪里有谁在我旁边 喊 救我 救我 我说好 我会救你 声音很焦很低 这个像很焦很低 当然要救了 对不对 超度她 结个善言 都是好的嘛 有人追你 那就让她追吧 你也一样回向给她 要懂得这个道理 没有什么好怕的 我遇到这种事情太多了 这边敲 这边声响 那边声响 一个晚上啊 整个房子都在响 都不怕 哪有什么好怕的 见到鬼也不怕 老夫见到鬼也不怕 见到鬼 她舌头伸得好长 到我站在我床头 我拉她的舌头 哎呀 这个刚好做这个鬼舌汤 她反而怕就跑了 不怕 我是经常我最怕的人 我不怕鬼 因为啊 有时候我们在走一走 那个突然间一个人 跑出来 吓到我一跳 我反而被吓到 鬼倒不怕 所以不用怕 有人在追你 就是有求疑你 你就问他 你有什么事 我可以帮你吗 美癌 美癌 help you 是吗 我能够帮助你什么 这个 他要追你 不用怕 如果是没你在追我 我才不怕 多迟一点 百日明周 再来马来西亚 莲花相义问的 师尊佛安 弟子家族经营墓园 山庄的事业 他的家族是经营坟场 弟子想请示师尊 在家人要是借了 出家人的钱 而不愿意归还 这些在家人会背负因果 给自己带来不幸吗 没有错 在家人跟出家人借了钱不还 我告诉你 这个罪啊 很重 这个罪很重 这个在家人 拿了出家人的东西 或者是说 他的衣服 他的鞋子 他的什么东西 拿了走 不凡 都是罪很重的 这个在借力上 都已经有了 是背负因果的 是因果 将来还得更多 我们出家人也是一样 佛陀讲了一个记 施主一厘米 大如西弥山 如果不修行 披毛带脚带脚帆 施主一厘米 大如西弥山 如果不修行 披毛带脚帆 你出家人本来就是要修行的 你今天吃的米 吃的菜 全是施主供养的 你没有生产 但是如果你如果不修行 披毛带脚帆 一样的 披荫狗 施主供养你 你不修行 你不回报给他 你不给他祝福 你没有施福给他 你自己也不修行 将来披毛带脚帆 就是当牛当鸟 当马 去还人家 所以这都是有 背负因果的 你借了出家人的钱 而不愿意归还 这还得了 背负因果 你给人家借钱 就是要还钱 的规定 本来这个借力上就有了 借力上就有这些条 出家人接受众生的供养 也是他们主持 大小法事 法会所应得的资粮 如果出家人把钱 发用在一般弟子身上 不包括自己父母子女 是可以的吗 因为有时出家人 要请同门吃饭 或是要护葬 同门非常害怕 而不肯 这是我们弟子 常遇到的事情 当然师尊不同 因为师尊是 佛 是大福金刚 是四福众生 弟子请师尊指示 助师尊 常助世间 大转法轮 这个问题 彼此用在算盘上面 对 人家请你吃饭 请出家人吃饭 这就是供养 出家人 请同门吃饭 这是四福 这个是四福 好像我是出家人 那么我请一般在家的同门吃饭 这是四福 四福分给他们 四福分给他们 彼此必须要拿算盘来算 到底谁欠谁 要算清楚 所以当出家人 把钱用在一般的弟子身上 请他们吃饭 的时候 在家人更要珍惜这种福分 好好的修行 好好的回向 给所有的众生 这样子才是对的 这是马来西亚莲花相依 问的 我们再讲一下道果 真如愿相 真如愿相 献起疑心 送银 真如愿相 八正道之 云正为五字 八之为其音 是转化八世 祭送银 清静八世 转化阿赖亚世 为大言净之 转化 莫那世 为平等性之 转化意识 为妙观察之 转五根世 成 成所作之 正 离系者 为法界之 这一段 非常清楚 就是转化 重点在转化 我们把眼耳 鼻舌 生意 那 莫那 阿赖亚 都转变 转世 成智 把它变成一种 很大的智慧 这里讲的 八正道之 的正 就是五字 八之 是他的音 转化八世 眼耳鼻舌 生意 这个 意根 阿赖亚 就是八世 转化八世 的意思就是 转化阿赖亚世 为大言尽智 转化 莫那世 就是意根 为平等性之 转化意识 为妙观察之 转五根世 眼耳鼻舌身 五根世 成所作之 正离系者 为法界体性质 离开 人间的游戏 就是法界体性质 送迎正恶果 伴地中 以右 所执之波浪 为空解脱门 以左能执之波浪 为无厌解脱门 什么叫做空解脱门 无厌解脱门 半地 正恶果 半地中 什么是半地 十二地半 其中的半地 就是空解脱门 跟无厌解脱门 这个 所谓的解脱道 当中 你们看了就知道 什么是空解脱门 跟无厌解脱门 你们可以查得出来 应该在佛经里面都可以 这就是两个果 一个是空解脱门 一个是无厌解脱门 以就近到十三地 之前半地 真如厌相 献起一心 寄送迎 大地喜欢欲 三千地母等 以我等本师 圆满成佛之 二撒那中 献证圆满正觉 选若微神力 第一撒那夜喜 第二撒那夜翻 第三撒那夜一 这个 讲自己 正果的时候 正道果位的时候 出现了三个现象 这个跟第一地的欢喜地 不一样 跟第一地 我们第一地是 菩萨第一地叫欢喜地 你会生起欢喜的心 但是你到达这个十二地半的那个半地 快要成佛的一个撒那之中 会显露出第一撒那叫做喜 第二撒那叫做欢 第三撒那叫做欲 都是很快乐的 欲就是愉快的欲 喜欢就是很欢喜 欢喜两个字在一起 但是一个是喜 一个是欢 一个是意 地母等 以其大喜之笑声 为彼六相动 如东懂西末 西懂东末等六 急动 急动等相当之 就是伯耶经所说 这一段 也就是六大震动 当你震果的时候 到十二地半 要成佛的时候 这时候会有六大震动出现 六大震动 就是东懂西末 西懂东末 一共有六种 六大震动 称为六大震动 你们看看六大震动 就知道 释迦摩尼佛 也常常有六大震动的现象 急动等相当之 如波叶经所说 也就是在 这个大波叶经里面 有提到的 宋 以蒙 这个地母等 也就是说 你这个 欢喜 不只是你欢喜而已 你要成佛以前 所有 这个地母 都会出现 而且会 很大声地讲 你成佛 你成佛了 西空中 有所有的十万空行母 对你讲 你震到了 在地呢 会有这个地母出现 很欢喜地跟你讲 而且有六大震动 宋 以魔 处猛音 为 正魔之神变 如落罪时 海啸等 震耳声音 翠涅魔脑 如拔之音 此一一夜分 翔魔 或一无间道 时何时 这里还有个无间道 电影的无间道 这就是说 大地之中啊 所有的魔 都震动了 连魔都震动 你成佛了 魔也会震动 魔宫都会震动 魔也会害怕 魔也会害他 他害怕你成佛 那你成就了以后 那些魔 全部都 都产生恐惧的心理 魔宫都震动 像地震一样 魔宫都震动 送迎 所应深处 见三戒 以第十二弟母 第十二弟母 等佛母 伯 家中 哇 这么长 借静分之大静分 一名典中 无论 无 轮裂诸法 大小 广载 成为一位 所见 能见 无意之理 即 见 涅槃 轮裂诸法 此即位 小一切 至 这个意思 如果你不 不清楚 可以这样子讲 都混在一起 静分 到了第十二弟 地母等 佛母的 伯家中 所应深处 见三戒 静分之大静分 一名典中 无论 轮裂 无轮裂诸法 大小 广载 成为一位 也就是 在那个时候 差不多就是等于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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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位 轮回跟涅槃 是一位 轮裂 轮裂 成为一位 所见 能见 无意之理 去 见 轮裂诸法 此即位 小一切 至 在那个境界里面 在你快要成佛的时候 你会看到 很多事情都是一位 很多事情都是一位 这个要解释 就要很长的时间 什么是一位 是很长的时间 就是没有香 也没有臭 也没有善 也没有饿 也没有轮回 也没有炼盘 全部都成为一位 这是这一段 此时其他功德差别 献起一心 既送云空行母众远来集 其实内空行远来集者 见一切脉处之借境分 以食父母的方式 即以中脉宫殿内 外空行远来集 为成半空行 化身 报身 法身 等 我讲到这里 我跟大家讲 成佛的时候 所有空行显现在 悉空之中 都会跟你讲 你已经成到了 只是外空行 显现在西空中 跟你讲 你已经成到了 内空行 包括你自己的身体 里面的所有的空行 也是集合起来 那跟你讲 你已经成到了 内外空行 都跟你讲 你已经成到了 所以 化身 所谓的化身 报身 跟法身 也都是一位 好 有 是 好吧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欢迎订阅